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出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视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坐树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权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的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些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权 压着大腿的格尔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齐咒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讲词 就使在那里面 是谁 而是谁 哪还有 esos哟啊 也误会那些可能啊 行多可能啊 将来 personalized悠乎啊 我们君和女儿 这样呢 就不太乍到啊 行多可能啊 这种语言之间的话 陈增在啊 是谁 我们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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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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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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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下面就是讲广说的道理 广说的道理就是需要护持心的理由和 让护心的方法 护心的功德和 还怎么样精进护持自己的心 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护持心的道理也分为没有护心的果实和护心的功德 最后做舍意 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说明没有护自己的心 我们现在一定要护护自己的心 没有护护自己的心的话 在这个世间当中有非常大的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下面集中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世间的人们 一定要护持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以正知正念和不放逸的心态来加以护持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 随着无始以来的喘息 喘息 失智 卧智 然后就一直让他自然而然 产生 贪心 诚心 以及善乐于外面 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你没有护持心的缘故 自己无法调伏 而以杀生 偷盗等等 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那么当然 因果是丝毫也不耗尽的 因此你的来世 来世的来世一定会感受地狱里面各种各样的痛苦 乃至无间地狱的这种痛苦 那么就像我们世间的大象 本来说是没有驯服的大象的灾难 大象的违缘相当大的 以前印度维著的一些古代的社会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传统 所谓的这个狂象 没有驯服过的这个狂象 如果为了作战 为了对方的消灭 有些人对大象喂一些美酒 然后在他的鼻子上 在他的头上算一些各种兵器 什么宝剑 铁轮等等 然后往敌人的方向放弃的话 那么他的心里的无调伏的愤怒心 就是嫉妒的发作之后 向钱开始奔跑 奔跑的过程当中 在他的前面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房屋 建筑物 人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摧毁无益 所以作为古代来讲 所谓的这种大象 为驯服的这种大象的违缘 极其可怕的 但人们认为 所谓的狂象的这种灾难 应该说 认为是特别害怕 但是我们没有驯服心 没有调伏心的灾难 相比之下 狂象的这种危害 并不是那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狂象最多是 让我们所有的建筑物 让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 身体全部摧毁 但是来世的来世 一直让我们人的无间地狱受苦的 这样的后果大象再厉害 也是不可能对我们迎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心 讨佛 而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尤其是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宗持心在上人善失 意思就是说 纵然我们放逸自己的心 善失了所有的这些 善妙的一切功德全部都会失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吟订阅 距离 赞 吟 亡武章 参妙的一切功德 准 committee邀们 权简 吟的三个月 真的佛弟 音乐 小吵的闾不诚 适离 我会说 开尧妙的通知 人称 nou 添美身 在每个月 终之后 就取得胃 老陆 这些人也有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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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自然而然呈现 分支他来 或者说是一首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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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就是讲 一首一心一切皆寻佛 这种阴落座 中阴法王座派来的各种头像的这些可怕的众生 这叫做是月族 调伏自己的心 上面所有的这些 人和非人的这些恐怖 全部会小声利己 全部小声利己的 阿底下尊者也是这样讲的 若能调自心 外敌不能害 所有的外敌 只要是调伏自己的心的时候 所有的外敌 全部都不会害你的 一句阿弥陀万病皆化去 以前汉山大师也这样讲过 只要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所有世间的疾病 灾难 灾火等等 世间的一切恐怖危害 全部会消失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 只要认识自己的心的时候 全部都调伏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另一种解释方法 有些修行人通过上师的窍诀进行观修 进行观修之后 认识心的本性 然后这种心的本性 认识以后 以这种菩萨的大慈大悲 感化自己所有的人和非人 尤其是一些世间当中 非常凶猛的 具有危害性的这些 都市 老虎等等 这些全部也是 变成慈悲的心态者 以前释迦牟尼佛的 公案当中也是有的 包括佛陀的本师传当中 也是有了 佛陀的这种大慈大悲心的感怒声 认知众生的心 当众生原来的这种嗔恨心 全部消失了 而且他们也是在寂静的地方 像苦行者那样 对修行人维护 谢谢大家 我会有什么字了 他不会太畅了 所以你都得很疯惯了 天呦 也快点了 我会那么多讲 怎么会会压领导 你这时候开始呢 对爸爸 这时候 就是wa 孩子 对爸爸的话 对爸爸的话 我也想想 听到您 对父亲 我会讲 赖下 苦行者 你 我要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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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